这一期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一些香水的一些收藏 然后然后因为我是盐医嘛 然后我的一些香水收藏就还在家里 然后没有把它放过来 但是我已经有一部分我个人特别喜欢 或者说认为特别适合学生生活 然后我离不开的一些香水 我都已经把它放到了我的宿舍里面 这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较适合学生党的一些香水 然后希望大家有一个香香的秋冬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瓶要分享的就是这瓶硅百脆的客室面摄香 然后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摄香和广阔箱这两个原料的 这一瓶客室面摄香算是我个人觉得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一款 摄香类的一个香水 它里面是有玫瑰和鸢尾的一些影子在里面 整个的结构就非常的工整有序 就感觉像是一个彬彬牛里的人 到了后半部分就会呈现出一种动物感的一种温暖感 所以我就觉得它是十分适合秋冬来使用的 然后闺蜜他们出去 然后他们都会说你喷的是哪一款香水 非常非常好闻 所以这是一款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秋冬的一个万能的一个香水 第二瓶也是他们家的 这是龟白菜他们家的奥斯曼玫瑰 然后这款玫瑰呢我要介绍是因为它有一点特别 它是一只东方香调的玫瑰 所以它的一些关键词就是药杆 苦味 然后酒 玫瑰 它里面有公冰箱 肉豆蔻之类的东西 所以它会有一种东方的新香调的感觉 浅调一喷出来之后就像身上就是有一种那种带着那种 稍微的一种在酿造中的那种酒 不是那种烈酒 是一种酒的那种芳香 然后慢慢的那个玫瑰的味道就开始绽放 然后它是一种就是感觉那种玫瑰是非常厚重的那种质感 所以它在你的身上是一种非常厚重温暖的一种玫瑰的感觉 所以我个人来说是比较喜欢在秋冬使用它 然后它的那种药感和苦味也非常对我的胃口 它不至于说是让别人一闻就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 但它觉得就是不容易撞香 所以就是这是一款非常非常独特的玫瑰 如果你是玫瑰爱好者像我一样的话 一定要收一瓶这个龟百岁的奥斯曼玫瑰 YSL的Nude 它是Nude 然后是在Tom Ford在YSL家当那个设计的时候 同时推出了这一款和另一款香水 然后那一款我没有买到 所以我买到YSL New 但是这一款算是怎么说 就沧海遗珠类型的 就真的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非常好闻的一种 它是有一种 就是闻着上头的那种 因为它是花香焚香和摄香 摄香的话它其实是一种温暖的动物感 然后焚香的话是一种干燥的感觉 然后再加上花香 可是它整体搭配起来的话 就是它有一种潮湿感 但是又有一种那种焚香的那种干燥的感觉 所以它感觉就是整个人把你放在一个水潭边 或者是说一种 就是水火香焦的一个环境里面 然后那个花香是隐隐约约透出来的 是鸢尾与兰花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兰花这个点 然后就是你很难在其他人身上闻到同样的味道 然后这种缭绕一样的香味 就是始终萦绕着你 你出去一晚 第二天的话 你的就是身上或者躺过的被子上面 还会隐隐约约的有这种味道 然后它是一种非常高级的一种香味 所以我个人推荐的话 是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它不是一种非常讨好大众的一种香水 所以你可以去试个香 之类的 然后看是不是非常合你的胃口 是比较适合那种成熟 或者是说你想要一种比较性感 或者说比较孤芳自赏 或者是说那种低调的那种性感的那种人 然后是一款一身之水的男版 然后这个一身之水的话 我买的是非常非常大品 但是我已经用到准了 就可以看出我日常的话 如果我不想从那些众多的香水里面挑一个的话 我就会选择它来上身 前调是肉豆扣 所以它的前调是微微辛辣的 然后慢慢的就转为了水生以木质 然后就是转为了那个柑橘和柠檬的那种味道 然后日本柚子 然后慢慢的转为了莲花桶 所以它就是一个前头给你一个辛辣的 然后慢慢的转化为比较柔和的一个 大家都比较接受了一个柑橘柚子啊 之类的那种普罗大人都喜欢的一个香调 然后结尾是一种比较沉稳的木质调 所以它是一种日常来穿着的话 非常非常适合 不管你是穿T恤衫穿衬或穿正装的话 都非常适合不怎么挑人的一款香水 但是由于它有一点点的水深调的感觉 所以呢 我个人的话跟大家说就是你喷的话 再喜欢啊 你也不要喷超过四下 如果你喷多就真的很容易晕 如果你平时鼻子就比较敏感的话 你个人喷的话 我建议只要喷两喷就够了 所以这就是我个人对这款香水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平常只喷三喷或者两喷的情况下 我已经把它用了这么多了 然后呢就是卡布里岛地中海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你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鱼链 非常喜欢柑橘里面 它本身自有的那种就是柑橘的皮的那个感觉 这个的话我非常喜欢 是因为它真的把柑橘这个柠檬柑橘之类的 这个做到了极致的感觉 就是一下子闻就让你感觉到那个皮 柑橘的皮的那个稍微有点苦的那个质感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瓶的 然后它非常还原的展现了那些 就是海边的那种气候里面那种柑橘和绿叶 然后混合在一起的那种 又有那种微微的苦感 又有那种叶子稍微的那种绿感 然后就是整个参杂在一起 就是给你呈现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柑橘的一个 真实的写照 所以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喜欢柑橘 一定要试一试这一瓶卡布利岛的地中海 就是酸色的感觉大于它的甜 就是关于皮的香气 会大于那个果肉的那种香气 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能不能明白 然后它又非常非常有那种绿意 然后它的温度的感觉的话是26度左右 就是你喷在身上就在夏天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凉爽 栩栩栩栩栩的海风那种感觉 但在秋冬喷的话 我觉得反而会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 因为它就真的是一款纯粹的柑橘的一个香 它没有任何的奇奇怪怪的东西在里面 就是你喷了就感觉非常开心 然后所以这一瓶就是我的肥窄快乐水 墨烈这个其实很多人都说是像木水香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 就直观的感觉它就是香根草 然后这款香根草的话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它感觉上是有点线性的 很多人都说它是没有很大的一个层次的分明 然后我个人感觉它最大的变化 就是它喷上身之后 就是你闻的那感觉的湿度的变化 因为它本来就是香根草摄香 然后开丝米木 然后好像是有一些木质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所以它的话就是 你一开始的时候是香根草完全就压制了那个摄香 因为香根草和摄香是相互在斗争在平衡 然后摄香一开始的那个干燥的感觉 完全被香根草的潮湿压制住了之后 然后慢慢的那个摄香的感觉才出来 就像雨收住了 然后那个香根草就是缓缓的沉静了下来 然后摄香就缓缓的出来 然后大家都一起就是缓缓的进行当中 就是一种香根草和摄香相互斗争的一个过程 感受到这款香水的一个 就是它的一个变化在里面 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它的层次确实是有点少 然后就是变化也不是很明显 给人一种非常安全的感觉 就像是老图书馆 然后有老书老桌子老椅子 然后就那种木箱里面的话 就是带有那种淡淡的那种 通俗一点说就是那种墨水的感觉 但不是写实的墨箱 它绝对不是一款写实的墨箱 它就是一款写实的香根草 所以如果你本来比较喜欢香根草这种香料 然后你也想就是尝试一下那种 潮湿的那种感觉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 然后我觉得它闻起来很森林这一说 然后它闻起来对于我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安心的一个香根草和一个 摄香的一个组合 如果你是一些学生党 想要尝试一些毒涉的香水的话 可以试试这一瓶墨链 然后就是这一款橘子的脏话 脏话这款香水 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 然后比较就是性价比比较高 被很多人尝试过 然后也很多人写了小作文 说它比较肉欲 说它像拿着刀的皮子突然动了心 但它最直观的感受 其实就是皮革裹着烟草 然后加了一点点的酒 然后焚烧之后那种感觉 就像就焚烧之后不是焚烧之中 所以它没有焚香的那种 非常猛烈的那种干燥感 但是它就是有一种 颓烫的那种破败感 就像是破的那种皮革裹着一个破的烟草 然后加了一些那种劣质的一些酒 但是它闻起来没有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高级 就像刚刚推荐的这个 克什米尔摄香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 就是闻起来就很贵 然后这个的话就闻起来 没有那么的高级 但是它闻起来就非常独特 就像一种潦草的一个草稿 它不能说是写意 也不能说写实 但是它就是非常风格 强烈就强烈的抓住你的眼球 然后抓住你的鼻子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给人一种 非常独特的一种嗅觉体验 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不差钱的话 你就是可以买一瓶试试 它一瓶也不是很贵 所以我觉得你忙碌也是可以的 当然如果你想更谨慎一点 就可以试香 因为很多人晕这一款香 然后脏话这款香水 在我的心中第一印象 其实是 土司陀耶夫斯基白痴里面的 那个纳斯塔侠 就是那个把十万卢布 扔入烈火中粉烧的纳斯塔侠 就是这款香水 就给我一种癫狂的那种镜头 或者说不顾一切 就是鄙视世俗的那种镜头 就是它非常 整个轮廓就非常的 就是潦草 但是它几个支撑点抓得很妙 所以我就觉得 它是一种 让我就觉得它 非常独特的一款香水 然后最后要跟大家推荐的 也是一个睡眠喷雾 就是 柠檬马鞭草的一个睡眠喷雾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是 不能说大家都知道 如果熟悉我的朋友们 大家都会知道 就是我的睡眠 是有一点点问题的 加上现在就是又是 客眼狗的就 那睡眠的问题就不用说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能够帮助我入睡 怎么说 它不能说是 一个入睡 导致我入睡的直接的原因 但是它能够帮助我 起到一些烘托氛围的作用 我觉得这就足够了 因为我之前睡觉的话 是喜欢选一些事情香 对 就像是网上说那样 选一些比较柔和的香水 来喷在枕头上来入睡 但是我后来发现 那些柔和的香水 喷在枕头上 我也会老是注意 它香调变化 然后就是想一些有的没的 但是这个的话 就是柠檬马鞭草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 没有前中后掉 它就是一个纯粹的 一个柠檬马鞭草的 一个助眠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个人觉得 它就是非常的单纯 就是纯粹 然后就非常有利于睡眠 然后它价格也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如果你平时像我一样 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工具 才能入睡 就像我 我一定要把灯关到 掐到好处 要有一点点亮 然后又要有一点点白噪音 然后又要有一点点香氛 才能入睡 安稳的入睡的话 你可以试一试 就是这一瓶 就是柠檬马鞭草喷雾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 怎么说 适合作为事情的一个香氛喷雾 这个的话就是 推荐给一些 对于睡眠来说 比较有高要求的一些朋友们 就这个柠檬马鞭草的睡眠后 然后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然后关注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微博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